非法喂食鸽子的问题困扰不少居民 大巴窑和榜鹅组屋区经常有人非法喂食鸽子 甚至出现高楼抛食来喂养鸽子的情况 从1月到现在 国家公园局开出31张罚单 并且同4个市政理事会合作 实行管控计划杜绝鸟焕 记者蔡可汗报道 大巴窑四项一座组屋 四处可见栖息在窗檐的鸽子 组屋底层及单位的冷气台价更是布满鸟粪 受访居民说 有人从四年前开始 每天清早喂鸽子 即使多次被罚款 但仍一意孤行 我们的窗 四点多 哇 它的鸟飞一群飞过去 鸟屎什么乱飞乱掉 有时候我们晾衣服 它的暖室乱放就头痛了 半啊 丢在那边 吃不完的生文字 一定有文字 餐饮很多啊 公园局今年2月与丹荣八格 白沙榜鹅 惹兰雾沙和碧山大巴窑市政理事会合作 实行鸽子管控计划 当中包括减少鸽子的食物来源 装上防鸟网 以及为鸽子劫育等 记者走访 榜鹅通道时发现 好几座组屋 从地面到18楼都装上防鸟网 避免鸽子栖息在屋外 放了之后就没有那些鸟飞进去 然后就没有鸟屎 然后也没有那些鸟的那些杂音 据观察 区内还是有居民高楼抛下面包碎 引来鸽子着食 他们吃了东西啊 分给那个鸽子吃了 你看地下很明显嘛 不是说很少很多 是每天 当局表示 管控计划目前还在实行中 并在研究成果后 才决定是否扩展到更多组屋区